十二点三十分,我们准时开始,多谢大家来参考我们图书馆的座谈会 欢迎大家来的题目,就是运动家营养港市又港飞 我是Celia图书馆的计划指导师 讲者当然是有雷博士、雷弗德博士和林思维营养师Sylvia 相信大家对两位绝对不陌生 以下我就作一个很简单的讲者介绍 雷洪德博士,毕业于美国麻产春田大学 考获李锡士及体育博士学位 主修体育及运动科学 现职香港证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 曾为明报、经济日报、苹果日报 及现时于星岛日报 赞写《运动与健康的专门》文章 陈莫德香港教练培训委员会优质教学长 及行政长官社会服务长 定期为香港电台主持体育及健康节目 林思维营养师Sylvia 毕业于澳洲悉尼大学营养治疗碩士课程 现时是香港职业注册营养师 有近20年为有体冲问题、心脏病、糖尿病患者、饮食失调 及相关人士提供营养饮食评估及治疗经验 现在担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 亦是香港运动医学与运动科学学会理事会成员 及食卫局降低食物中盐和堂委员会议员 Sylvia经常为各大媒体及在网上解答营养问题 及推广最新营养资讯曾编著十本营养书籍以上 《运动营养港市》又讲非这本书是两位港者于2019年出版的作品 《图书馆》亦有这本书供大家借阅 非常感谢雷博士和Sylvia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的有关运动和营养的知识和经验 现在我将时间交给两位港者 好的 我们合了的就是我打上半场 Sylvia还打下半场 那我先分享一下PowerPoint 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看不看到PowerPoint 看得到 看得到吧 那我就先放大一点 现在应该是中午时候 大家都应该在吃饭休闲一下 那我多谢科大和Sylvia 请我们来这里一个分享 我记得两年前我另外有一本书 就是《运动博士要飞》 都请过我来港堂里面的 那我记得那些同学和教职员的反应都很烈烈 因为运动本身是对我们健康有益处 那今天就很好 就是营养和运动两个 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多的货币 那这本书就是我们的书名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 即是有空没东西做的时候 现在疫情期间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讲的 无论是运动也好 营养也好 都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健康吗 健康这个定义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定义你记一生也不会错的了 其实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 就把这个健康的定义 就比较客观地定义给全球的市民听 不单止是没有病没有痛 即是现在大家正在开zoom 你没有病没有痛 是不是健康呢 不是 你还有三个情况 是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第一个就是身体上 或者有些叫做体格上 第二个就是精神健康 或者是心理健康 有些说法就是 第三个就是社会的适应环境 记住这三个东西 都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才是健康 所以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 我是不是健康的状态呢 疫情期间我是不是很大压力呢 我是不是少了运动 我发觉上楼梯都开始喘气呢 你自己要去评估一下健康的状态 我们健康有什么法补呢 健康是有四个法补的 今天来说就和大家分享两个 第一个就是恒常运动 邓间林思维盈引师说一下饮食 另外还有两个大家都忽略了 一个就是充足睡眠 在疫情期间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都说是 扰乱了我们的生理时钟 以及因为你的工作从家 我们同学可能就是 训练从家 影响了我们的生理时钟 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四个对香港人来说 影响了健康的机会是比较大 肥脸支持 OK 不一定要提到说到运动和健康 这是最经典全世界的第一个研究报告 如果大家去过英国旅行 其实英国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雙重运动 它很早已经有商场巴士 那时候现在说的是50年代 就未曾那么先进的 没有发达车 或者没有电子买票 那些 要乎什么呢 就是司机和一个售票员 那个售票员叫做执行者 在巴士里面 下途这个是要买票的 那个售票员就走来走去 当年巴士未有一个按键开的电闸 那售票员还要用体力帮你拉开门 那些乘客才会上车 那另一边 那个司机就坐定定在那里 坐定定在那里开车 那他们就调查了三万多个这些员工 那发觉呢 咦 坐定定那个司机和那个售票员 那个售票员干什么呢 这些员工的话 平均在巴士里面走到大约是七千步 上上下下下走去走去 咦 发觉两个心脏病的问题 有很大的分别 那如果是司机的话 那心脏病的比例 就是一千人里面有2.7个 而相反 售票员的一千个里面 是明显是少了 是只剩1.9个 那不要看少了 就是0.8个分别 在一千人 如果你把这个数字放大 去到整个社会 说的是英国 现在是几千万人口 或者我们香港700万人口 或者中国14亿人口 那这个比例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最经典的研究 就是找出我们坐得多 就出现一个心脏病的健康问题 好了 稍后一点点了 就到哈佛大学了 哈佛大学很出名 大家知道多久才读完哈佛大学 大家知道多久你读完科技大学 其实一秒钟就读完哈佛大学 就读完 科技大学一秒钟就读完 就是这些小朋友教我的 他们也有一个很经典的研究 稍后一点点了 他们追踪了16000多个 由60年代追踪到80年代的校友 他们发觉就是如果平均在每个星期 能够消耗2000卡路里能量的效友 那个平均的死亡风险可以下降到30% 那么在我们人口的非全染病的统计来说 30%是一个很重要的 于是令到在美国90年代制定了全民的健身计划 亦都是我们现在香港的卫生署 我们香港的集团预防控制中心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很多的健康组织 都制定了现在的运动的指引出来 大概的历史是这样的背景 这里很清晰的 现在的证明基础是英文来自这句 就叫做Polonged Sitting and Kill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Zoom 我们都坐在这里 其实我们有机会是死的 因为坐得太久 所谓Polonged是多的 现在的研究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坐多个大约8个小时 相比起坐少过3个小时的人 你死亡风险平均是高了大约30%左右 即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统计 而且你幻想这个Diabetes 糖尿病的风险是多一倍 Cardiovasculia disease 观心病和整体的风险 死亡风险都会加大了 Sitting 真的是Herts 所以我们中文就有一句叫糾坐成疾 因为都几千年来的 就是这么说的 这个道理是对的 另外大约在20年前左右 世卫和很多健康的组织 都有一个假决的 他假决这个叫Sedentary Death Syndrome 我们中文译了一个缺乏运动 死亡风终合症 他找了很多数据 就是说因为都市人是缺乏肌肉活动 就是走路就少了 去做健身力量搬重野的机会 例如我们的祖先可能要耕田 要打猎 要体力劳动 这些是没有了 而令到出现死亡的风险 影响着增加 而世卫在大约是六七年前左右 已经公布了全球因为缺乏运动 而令到超重 过重或者相关的健康问题 每年是死超过五百万人的 其实比起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 其实风险还要大 所以等一下也会说一些 现在疫情的更新 世卫的专家甚至大胆假设 这个大约是十年前左右说了 九十后这代的朋友 可能会早死过五十后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缺乏运动 刚才Sylvia说了 营养太好了 过重 于是冠心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这些隐形的杀手 所以现在来说 就是非传染病 我们的卫生防护中心 其实你每天看到张出君医生的 就是传染病 因为COVID-19真的会传染 另外刚才Sylvia 林思维她帮忙的是 减盐减糖 其实那个简称是小研小糖的委员会 其实就是非传染病的一个路向 大家可以上回 卫生防护中心的 非传染病的网页上高 是很多这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关心健康 因为如果在座 现在各位大学生的朋友 年轻人说到在健康的 推广健康的行为 他们不会关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想着自己有课 我年轻 但是去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出来工作了 你去到三十多岁 你觉得上楼梯 觉得喘气 蹲下起床 见头云 那时候就已经是迟了 这一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大家的屏幕 其实你可以在网上找到 其实是在我们现在的研究领域 这是一个主要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 可以在任何的图书馆 或者在网上搜寻 你打 在网上搜寻 所以在网上搜寻 或者在网上搜寻 或者在网上搜寻 都可以找到很多的文献 这张照片就是说 现在的证据 如果你缺乏运动 而送给你的疾病 有什么大的范围呢 对上这个就是 就是呼吸系统 和心脏相关的疾病 心脏病 高血压 中风 和 Aphoroslavrosis 就是触氧硬化 就是血管窄了 有机会是生失 而出现中风 譬如在这里就是 Skeletal muscles 肌肉相关的健康 出现一个肌小症的机会 肌小症通常是老人家 但是我们的数据都是年轻化得很重要的 可能和神经系统 认知能力 压力 情绪都有关 甚至和消化系统 甚至如果你钻乏运动 会令到你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这个风险也会增加 血腸癌的风险 会增加大约是两至三成左右 免疫系统会下降 骨质的密度会差了 而倒数的敏感度会影响 糖尿病的机会增加 令你去到过重施肥 你随口一盒都会看到这么多问题 所以归根到底 就是一句大家要做运动 好了 我这里分享一点就是 现在 一个叫做 Deconditioning Pandemic 一个新的Terminology 就是在我们非传染病或者健康推广 Pandemic之下 疫情的大流行 Deconditioning Conditioning 就是我们一个状态 提升了 就是Conditioning 所以可能大家也听过 体色能的课程 就是Conditioning and Fitness 将你的健康和健康的状态提升 加了Deconditioning 就是Deconditioning 你跌了下去 究竟跌了多少呢 现在我们香港 没有一些很大型的统计数据做 因为大家个个都是抗疫 而且我们在体能的测试来说 学校也开了没多久 所以我们不是很多数据 但是我们观察的数据看到 中小学校的学生普遍都肥了 那个跑动的能力是差了的 意志基本上都会跌一些 因为你的体能力 是帮你提升你的意志和毅力 我们现在已有的文献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停止训练 停止训练我们的运动来说 就是Deconditioning 如果在现在的疫情下 就叫做Deconditioning 其实两个字都是相近的 停止训练 大家都可能这大半年的疫情 都有个感受就是 就是活动少了 出街少了 静态的活动多了 眼睛看屏幕的时间会多了 我们在Deconditioning来说 通常分开是短期和长期 少于四个星期的 我们通常是一个短期的Deconditioning 多个八个星期就是一个长期 如果你停止训练八个星期之后 你的心肺功能 有些训练出来是可以帮你下降三成的 三成是很成功的了 其实这些研究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回譬如在Google Scholar 都找到很多 其实早期主要这些研究 来自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时代的冷战 就是太空人长期在太空里面 因为微重的状态 就是micro gravity 而令到他的肌肉流失 心肺功能差了 免疫系统跌了 这些研究开始引领到 现在我们所谓Deconditioning的一些资讯 也有些研究说 你停止训练六天之后 你的肌肉开始减少了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平时做运动 你一个星期待在家里不动 或者不出街 你接着第二星期再做运动 你感觉是很明显差了 另外对我们抗疫来说 有多大的障碍呢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很有趣的 在我们科研上高 其实人人都说 你做一些行为 将免疫系统提升 其实概念上是不对的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有一个先天的免疫系统 和后天的免疫功能 每一个人 其实在出生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免疫系统 可以保护我们人类 在现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的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行为不好 你又吃烟 喝酒 又摇饿 擾产 生理时钟 暴饮暴食 没有运动 其实你的免疫系统 就会很明显下降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些行为 不要让免疫系统下降 其实大家明白 概念上我们不能再大的提升 我们不要让它跌 所以因为你经常留在家里 没有运动的时候 你的新陈代謝是会下降的 所以你的免疫系统是会下降的 另外如果大家家里有长者 哥哥姐姐那些就要留意 因为在疫情期间 在外国的文献来说 就因为它困难了 封灯了 而令它 在外国的运动的机会 走路少了 去街市买饭也会少了 令它跌倒死亡的风险 是明显增加的 那就是现在我们的 这个抑制疫情期 大家需要留意的 那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其实两个字很清楚的 Strength Training 增加肌肉力量 你任何想到其他所有的方法 最好你家里有个瓦铃 两个瓦铃 或者有些重量 那你反法归真 回到中小学的时候 体育老师教你做掌上压 体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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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这些提升你身体大肢肌肉的力量 这个对抗在疫情中的 减减减适渐性 就是这个问题是绝对有用的 但是你说量化多少呢 现在一般指引来说 你跟成年人每天最少30分钟 如果小朋友就每天最少60分钟 那如果是小到3至5岁的话 累積最少要有180分鐘的不同類型的跑動 因為時間都很緊迫 我們那本書其實有運動和營養都很有趣的 這裡的其中一些題目就是在我們運動科學 其實我也特別講因為香港很多人喜歡跑步 所以跑步科學的視乎這個範疇都挺多的 很多人說跑步是否雙膝頭呢? 告訴大家這是錯的 假設一個健康的室關節 你適當適量去跑 是完全沒有證據證明它可以令到你的膝頭退化 不過如果你的膝頭已經出現一些受傷 或者你以前年輕的時候踢球斷了10次 半月板炒了 這樣如果你沒有一個合理的再處理好的做法 那你出現退化的問題這個機會就大 所以這些說明我們不能夠單一句看 就是現在大家看這些媒體或者報紙 新聞也好 標題檔就很主導了或者很誤導了大家的思維去思考 所以大家看這些媒體會有很多學問 那麼跑步是不是夠不夠氣呢? 那麼大家如果去參加長跑是否要贏呢? 那麼夠不夠氣呢? 那麼其實裡面當中也有很多學問 那麼另外就是很多人喜歡現在就是疫情期間 改了跑步機 那麼跑步機和跑街呢 在我們科學上其實有很大的分別 那麼因為簡單來說就是跑步機呢 是有條理帶不停轉動 那麼你的腳踏前之後呢 你就沒有了一個後燈向後踏的動作 那麼那條理帶就會送你的腳去後面 那時候你其實就沒有了一個後燈 但是你真的如果你去跑街的話 你和地面有一個所謂 Action and Reaction 有一個drive的force 是令你的大腿的出力向前的 那麼這個在生物力學上的改變呢 其實就影響了你的跑步成績 所以優秀的長跑的選手呢 是不會跑跑步機的 你不會見到就是非洲肯尼亞那些選手 去跑馬拉松贏的 是跑跑步機的 還有他們是不會跑跑步機的 可以這麼說 那麼這些都是少少的冷知識 那麼另外還有很多就是和我們生活有關的 做運動是否可以長命一點 是的 那麼我稍後這裡也撿了少少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時間都很緊迫 這個第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 很多人都說做運動用來減肥 OK 其實營養師在這裡了 稍後營養師會分享很多的資訊 運動就幫你能量消耗 飲食就幫你攝取能量 那麼兩者如果你需要減肥 如果你需要減肥 就是說假設你現在是重了 你就上回微生署網頁 或者計算你自己的BMI是否正常 這是最簡單的做法 那麼其實營養師佔的比例呢 營養是佔了大約七成左右 大約七成左右 我們運動大約是佔三成而已 所以營養師說的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運動的本質其實不是幫你減肥的 運動的本質是幫你提升那個體格 提升你的精神健康 提升你整體的新人代謝 提升你的免疫系統 提升你的內分泌系統 提升你等等等等 健康的東西 那麼這裡就有個很有趣的研究 其實就是這些研究是 我很欣賞別人追蹤了一整年 那麼就有一隊的研究團隊 就去了一些中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的地方 就是還有一些原始部落 那些原始人真的要用一些毛 用一些簡單的工具來覓食 求生 那麼大家都以為 這幫人跑來跑去的 每天都跟動物去搏鬥 在山上跑來跑去跑上跑下 他們這麼健康的話 他們的能量消耗一定很大 就是說如果有些人經常去做運動 他們能量消耗很大 那他們一定是膽肥很好 那他們就追蹤這幫族人 一段時期 就量度他們的基礎能量代謝 以及整日的消耗 他們發覺 他整日的能量消耗 和在美國那些大肥佬 大肥婆 平日都不運動 只是狂食 那幫人的整日的能量消耗代謝 兩者是相近的 不會很相差很遠 那就是說 帶出那個討論的重點就是 運動其實不是能夠幫到你減肥 而是整體的能量消耗相近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得出的結論就是 那個飲食的控制這個 是重要的 因為那些燃脂人 族人很健康 但是不要忘記 他們一個健康的人 他那個基礎的能量代謝 是會自己調低的 就是說一個健康的人 他那個靜止的心跳率是會調低的 調低了的時候 你加上整日的能量消耗代謝 其實跟你的大肥佬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這個研究的結論 就是說 你如果需要減肥的話 其實控制飲食是第一層把關 就是好像現在要戴口罩 社交距離 這是第一層把關 另外就是講到 如果你要燃燒一磅的脂肪 你需要消耗3500卡路里 等一下Sylvia也會講 在運動之中消耗的 其實就比較慢 你需要再吃一碗餐蛋麵 再喝兩罐汽水 已經1,000卡路里了 所以那個計數是一個重要的 另外現在很清晰的 行常運動是幫你長命一些 這個是所有追蹤的文獻都很肯定 長命多少很難說 但是條件就是說 假設你的健康狀況是屬於大圍的規模 當然我們人類出生 是有些可能是特殊的問題 或者結構的問題 現在來說 比較大圍的統計就是說 如果跑步來說 如果你每個星期 是跑大約兩至三次 累積跑到60至140分鐘左右 你的死亡風險是降低最低的 你說是不是跑馬拉松會長命了 比賽性質的長跑馬拉松 所以適量這個 如果你是不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另外就是經常做運動的人 平均的預期壽命是可以大約四年多些 另外有些研究就是追蹤了 由1920到1965年的奧運的選手 發現他們同比同齡的組群的人 長命是長命了五年多 這很有趣的 拉筋是否等於熱身呢 大家都會做熱身運動 我們做拉筋、伸展 其實是低的 熱身運動、熱身、熱身 先熱身 特別是現在過了中秋 大家天氣熱了 天氣涼了 大家出去做運動 體溫的熱身是最重要的 因為體溫的熱身 你可能穿著外套 跑來跑去 摸手摸腳 原地踏踏踏跳跳 令你的核心的溫度提升了 成年人一般是大約 人類差不多37度左右 如果你能夠提升半度至1度 核心的體溫 你的關節柔軟度自然會鬆一點 所以伸展運動在熱身裏 其中一部分 你做一些動態或者靜態伸展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紅色那個 提升了體溫 另外就是如果你去打球 或者玩什麼運動都好 現在近年的研究都會講 心理的熱身 就是說你精神上 你是不是去準備好做這件事 雙風感冒 是不是出身汗快點好呢 這個我們媽媽 上一代都是這樣說的 你做感冒 焗汗 拿著棉胎蓋住就會好 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現在美國運動醫學學會 都很清晰的指引 就是說雙風和感冒是兩種東西 雙風是很輕微的 上呼吸道 就是少少流鼻水 你的人是不會出現一些不適的徵狀 這個情況 你做一些輕鬆的運動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有感冒的徵狀 感冒其實是會令你疲 其實是感冒是一個病毒 令你會不舒服 令你會疲勞 這樣的情況是不應該進行運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需要讓能量集中 給免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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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入侵的病毒對抗 就是打仗 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肌肉是會取消一部分的能量 其實就變成你對抗病毒的集中力就會弱了 所以是不建議你這樣做 差不多完結了 打籃球是否會令你小朋友生高一點呢 這個是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次說都是一個謀誤來的 媽媽經常都說 兒子下街打球吧 你會高一點 其實這個是誤解來的 在科研上高 你的身高的遺傳高度 很大部分是受遺傳基因影響 有些研究就說去到60至90%左右 而打籃球是一個健康的運動 你任何的健康的運動 在青春期間 只要有足夠的能量消耗小朋友 刺激到他足夠的生長去激素的話 完全可以令到他去到他遺傳基因的上限 完全不關打籃球事的 所以這個小小的誤解 因為時間都有限 這個時候我要交個咪給林思維 好,多謝Lobo 是,我也是 好興趣 我應該要馬上做運動 如果六天後我不做 就會覺得我的體力很差 讓我先分享我的PowerPoint 好,大家看到嗎? OK嗎? 看到 OK,好 好,多謝雷博士 多謝科大邀請我們兩位講者 來講有關營養和運動 剛才Lobo都說了很重點 因為我們這本書其實都 吹吹吹吹吹 就夾了一本書出來 因為我們覺得運動和營養是離不開的 因為兩者都是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營養師有句話就是 Food is Dye Medicine 意思是食物都是一個藥物 另外另外當然Lobo很熟悉的 就是Exercise is Medicine 其實我們很相信食物和營養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去保持健康 甚至乎如果有些人有長期病患的話 其實控制飲食和運動 都可以幫助到治療作用 所以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很相信這兩件事的時候 去寫這本書 剛才Lobo就說了有關這些 Pandemic的事情 也有說一些運動的謬誤 今天我就會在我們本書裡抽一些出來 講一些關於營養和飲食的謬誤 我想給你們一個影片 看看是否看到Play-Play-Do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飲食傳說 所以我先看看Play-Play-Do 今晚只是浪費一點時間 謝謝 如果你的年紀很輕的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Rocky 第一部電影 如果差不多和我年紀的 應該是一定看過的 來nor休息一下 來熱點 好的 再次返回一下 當然Rocky吃了5-6隻生雞蛋去跑步 當年我們很相信生雞蛋可以吃完後 好像Rocky那麼厲害、那麼大隻 那就跑了 我覺得最好笑是以前是想不到 待會可以看一幕 覺得他跑得很辛苦 我就在那邊開玩笑 其實他開始肚痛了 因為吃了一些生雞蛋 之後我想腸胃不太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機會 大家可以如果喜歡看舊片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經典的 我們所謂的 以前相信原來營養和運動都是很大關係 但事實上很多謬誤 這個就叫人喝生雞蛋 因為很多很多年前我們小時候 Believe It 生雞蛋可能有機會大隻一點 或者可以剛才這麼說吃完後更厲害 或者跑步 但很多時候好笑就是 可能有些東西未必我們想像中那麼健康 甚至可能有些負作用 另外當然你會看到我們很多飲食的 或者體能的一些印象 例如我們小時候的豬排 我們要吃大力菜 大力菜就是菠菜 小時候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大力菜 大力菜裡面有些什麼呢 大力菜裡面是否真的有營養 可以令自己大力一點 甚至近年的Ironman 當然他喝的那個 Juice 我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以我所知 當然他那塊引擎 心裡面的引擎 要喝這些所謂的DETOX 嚴格上來說 都是很 標籤了某些綠色的東西 甚至有些飲品 可能令到我身體健康一些 或者排毒 所以其實這些我們是日常之中 接觸到的一些媒體 或者傳媒 去告訴大家 可能吃這些東西就更厲害 或者健康一些 所以我們都會經常接觸到這些信息 我們講一下營養和運動的重要性 除了營養師經常都 聽到一些人說減肥、戒口 或者治療糖尿病 或者心臟病之外 其實近年來 因為香港人對運動重要了 見到很多人會出街跑步 甚至乎不是 出街跑步也好 都會去健身、打球 甚至乎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時候會在家裡做運動 那麼重要性是什麼呢 除了我想都是提升 除了健康 或者可能去防止一些疾病之外 其實如果防止運動的人 很多時候想用營養去提升他們的運動表現 例如想吃什麼會跑得快些 或者可能想吃什麼肌肉量會大些 甚至乎可能關於伏腔 另外有些人喜歡用來減肥 甚至乎講一些更特別的 是減脂肪 另外就是有很多男生就喜歡增加肌肉 或者可能想預防一些因為運動而產生的後遺症 譬如有些人問 有些人吃了什麼可以關節 甚至乎吃了什麼可以預防貧血 甚至乎我們近年來說 做運動可以維持我們的免疫力 其實營養足夠都會有機會維持我們的免疫力 去對抗現在所謂的疫情 所以營養和運動其實是離不開兩者 一定是手在手希望做到這些目的 有些常見的有關運動的謬誤 我們這書裡面都講了很多不同的 但是我今天就會拿幾個出來講一下 大家很想知道的 甚至乎我覺得很多人會問我們的一些 常見的運動營養的謬誤 例如有些人就說 吃多些蛋白質 吃多些雞肉 吃多些雞胸 吃多些雞肉就會自然大一點 究竟是否呢 我會講一點 另外有些人就說 減肥要割澱粉質 一些油都不好吃 盡量都要白灑 是否呢 另外有些人就問 是否飲運動飲品好過飲水 對不起在這裡漏了個品字 是否飲運動飲品好過飲水 很多人都問這件事 另外是否胸肚做運動會減多些脂肪 有些人說整晚不吃東西 然後什麼都不吃的時候 一早6時跑步 是否脂肪量會少些呢 待會我們都會講一下 另外素食有沒有對運動員有幫助 另外吃葡萄糖胺 可否令膝蓋軟骨受算 因為很多人我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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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去吃一粒 有些人就吃三粒 其實很多市面上的補充劑都聲稱可以幫助膝蓋 但是否真的呢 另外是否吃維他命丸 可以變成超人 或者好像剛才所謂的Ironman 或者吃大力菜 或者把大力菜變成一粒丸 是否已經更厲害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聽到的 想知道的東西或者是某 另外是咖啡因 是否喝了咖啡之後可以提升運動表現 還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書本上也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當然我們今天講不完 但我講一些 打擾你們的議題 如果你真的好想好想再知道多些 當然你可以在文章上自己這本書 甚至乎可以買一本自己做參考 好了 我講一下很多人問的一件事 就是是否吃多些所謂的蛋白質 肌肉就會多些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講營養或者運動 蛋白質當然是對我們的身體很重要 當然我們肌肉裏面大部分都是用蛋白質去製成 當你吃適量的蛋白質 或者攝取適量的蛋白質的攝取量 或者配合很結構性的運動之下 其實真的可以幫助到我們的蛋白質合成 就是我們講的肌肉脂質 所以對運動員來說 無論是跑步、打羽毛球 甚至乎瑜伽 甚至乎阻力運動、大隻 或者控制體重 其實蛋白質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每一天需要多少的蛋白質 其實都有數計 因為根據科學我們什麼都會有數計 我們平時每個人 就算是一個普通人 當你不做運動 很懶的 但都要維持我們蛋白質的攝取量 平常人每一天每公斤體重 大概需要0.8至1克 但如果你說運動員 甚至乎你想做某些運動 達到他們肌肉量的目的的時候 你的蛋白質的攝取量就會相對增加 平均由大概每公斤體重1.2至2克 你就會看到下面這個圖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運動 告訴你每公斤體重需要多少蛋白質 所以譬如我說 我要去剛剛開始做阻力運動 希望我們的肌肉會強些 每公斤體重 你就要攝取大概1.5至1.7克的蛋白質 如果我們用這個例子去計算 每一個65公斤的人士 剛剛進行阻力的訓練的時候 我們乘回一條數 那個人就要每一天 進食大概98至110克的蛋白質 相對來說都相對比較高 不過可能有機會 香港人吃蛋白質其實都很少 很少缺乏的 除非本身那個人吃得相對比較少 甚至乎胃口比較小 甚至乎可能有機會吃素 這個蛋白質的水平 有機會是比較難去達到的 當然你說如果我吃素的 我又想去到這麼高的蛋白質 可能就相對有些技巧 所以我想大家告訴別人 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好 要計算數 基於自己的體重 和選擇什麼的優質蛋白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那個 不是說我去喝很多營養奶 甚至乎我每一餐吃10隻雞胸 那些 因為現在很多人玩大隻的 健身那些 其實很少油 或者可能有機會 澱粉質可能相對比較少 但是狂吃雞胸肉 這些都是可以的 不過你就要根據個人的需要 去計算數 另外還有我們建議 其實蛋白質不需要一次過吃光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研究就是說 如果你一次過吃太多的話 其實身體是吸收不到 甚至乎可以令到肌肉 有機會合成的時候 氧化過程反而沒有好處 所以我們建議 如果可以每一餐 將每天的蛋白質去分回 早午晚三餐去比較平均去進食 其實會增加我們肌肉的增長 所以你看到旁邊這個圖 就應該是告訴大家 每一天 無論早餐 如果你想增加肌肉 甚至保持自己的肌肉量 其實每一餐 早午晚三餐 都應該要有蛋白質 而且都要看到很平均的分配 才可以令到我們的肌肉合成 是比較有效些的 還有我們就說 如果蛋白質裡面 有提供到瘤� 意思是我們的量胺酸 其實那個可以都是增加我們的肌肉合成 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吃到二十至三十克的優質蛋白質 其實就已經很足夠了 當然我們的優質蛋白質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豬肉、牛肉、雞肉、魚 甚至乎雞蛋、豆腐 這些都是我們的優質蛋白質 另外還有牛奶、芝士、乳酪 或者其他的豆製品 這些都會幫到我們去攝取我們的蛋白質 但是記住記住 就不是一次過吃完肚子 你要計算自己的數 就是把那個蛋白質分開三餐 好平均去進食 才會幫到我肌肉的增生 有很多人就問 那到底是否喝蛋白粉 市面上有很多千千萬萬種的蛋白粉 無論是減肥、無論是增肌肉 甚至乎有些人說吃醉之後會對老人家 有些肌肉有些幫助 因為其實現在就很流行做這件事 那你上一些網站就很容易買到蛋白粉 那蛋白粉呢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種類 另外就是很視乎我們營養師角度 就是很視乎那個人本身的運動強度 他的目標 其實他每一天需要多少熱量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做完運動之後 找不到食物 甚至乎沒什麼胃口 那什麼蛋白粉應該喝呢 甚至乎價錢 因為蛋白粉也不便宜 其實是平時的進食量 這些都是我們去幫助一些 比如運動員 甚至乎想增加多些肌肉的人士 去了解多些 才會告訴他們應不應該吃蛋白粉 當然你們左手邊看到很多蛋白粉的分類 我今天沒什麼時間講得太多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用蛋白粉的時候 你就要適量地用 而且不能用太多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研究都說過 一些美國的研究說過 如果你一天喝多過三杯的蛋白粉補充劑以上 其實會有機會攝取多了一些重金屬 因為其實他們在哪裡提煉 甚至乎裡面的一些物質 究竟是不是很安全的物質 其實都要相確一下 有機會曾經有美國的研究說過 如果有太多蛋白粉 就會增加我們身體的攝取重金屬的機會 另外當然蛋白粉有去熱量 喝得太多 你又不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就會變胖子 因為很多人誤會了 蛋白粉就這樣喝完之後就好像 變形合衣 喝完之後便會變大隻 很多人有這樣的期望 但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一個結構性的阻力訓練運動 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 你喝蛋白粉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你要肌肉受損撕裂 去康復的時候 去補回蛋白質給他 他才會有增長的狀態 但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瘦的人 你坐在那裡不動 只是喝蛋白粉 你不會變靈合衣 所以其實你要小心 計算一條數 究竟你做運動 以及你每一天進食的食物 有沒有足夠的蛋白質 如果有的就不需要喝蛋白粉 如果你說我真的喝不下 吃不下的時候 有機會就可以選用蛋白粉 而且我都建議人選擇蛋白粉的時候 選擇最簡單的 你就會看看 一個蛋白粉有沒有多少卡路里 有多少蛋白質 你會見到這個就是 120卡路里一項 看到你有大概24克的蛋白質 但如果這一邊 其實你會見到卡路里很高 這個一份只有1270卡路里 我想一個肝叉牛殼 多一點點 其實就已經大概1270卡路里 如果你喝了這杯 就等於1270卡路里 如果你的運動量很低的話 其實你只喝這個 會變胖子 你不會變胖子 另外這個蛋白質實在太高 你會見到我指著只有50克 有50克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如果你超過了每一餐 25至30克的份量 其實對肌肉增生都沒什麼而事 所以你選擇的時候 你就特別小心 另外我經常介紹一些人 就說如果真的選擇 就不要盡量選擇成分表太多的東西 因為成分表太多的東西 其實加了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都未定 甚至乎很多代糖 很多我們不懂的物質 其實這個也是要小心的 另外還有一些 現在的女生專用的蛋白粉 你會見到蛋白質是會低一點的 只有大概16克 究竟夠不夠呢? 究竟幫不幫到你增生肌肉呢? 甚至是不是要用來減肥 那你就要再考慮 或者如果不懂的時候 就盡量問回營養 好了 第二個題目 很多人就問 你飲運動飲品 是不是比飲水好呢? 就是這樣 視乎 我覺得是 如果看一些研究 就是如果你的運動時間 不是很長 如果運動時間 例如你出去跑步 急步走走 或者可能開車 是少於一個小時的 其實是不需要喝運動飲品的 因為如果你運動之前 第一就是你飲足水分 去補充你身體的水分 另外如果你的運動時間 不是太長的話 如果你飲得多運動飲品 其實得不償失 因為你跑一個步 如果你不是跑得很快 譬如你跑半個小時 或者跑一個小時 可能你也是消耗只有200-300卡路里 但一瓶的運動飲品 可能裡面都已經有百多卡路里 其實如果你用來減肥 或者運動是來控制體重 你跑完步之後 你喝回一瓶運動飲品 其實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們在想 通常建議 如果你運動的時間 不要超過60分鐘 其實就喝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的運動時間 或者運動的強度 運動時間多過60分鐘以上 甚至乎你的運動強度很高 甚至乎你的運動強度很高 甚至乎你的天氣很熱 你本身也流汗很多 我們就會建議喝運動飲品 所以其實看看 視乎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建議喝什麼飲品 去補充我們的水分 當然運動飲品有道好的 就是它本身有適量糖分 它有適量鈉質 或者甲質 或者淋質 某程度上可以幫助水分吸收得比較快 另外很多運動飲品 都加了一些甜味 顏色 其實那個甜味和顏色 也有很多研究說過 就是可以促進人們喝多點水 你看到那瓶東西 好像有螢光、藍、橙、黃等 那個視覺令人喜歡喝這些 所以補充的作用會比較多些 另外當然運動飲品 我覺得運動強度不是很高 也時間不是很長 水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當然如果你長時間做運動的時候 運動飲品一定比汽水和果汁好 因為其實汽水本身的糖分太高 甚至乎果汁的糖分太高 其實都會影響水分吸收的速度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運動飲品 另外雷博士經常提及我們 或者我們都有提及過 運動飲品是不代表能量飲品 因為能量飲品就是Energy Drink 運動飲品就是Sports Drink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能量飲品 聲稱會喝完之後會精神一點 喝完之後會爆一點 甚至乎喝完之後會跑得快一點 但其實我們很擔心這件事 因為其實能量飲品本身 加了很多不同的物質 比較普遍加的物質就是咖啡因 還有咖啡因含量都相對比較高 另外會加了一些Garana 或者有些氨基酸叫Taurine 甚至乎很高劑量的維他命B群 其實當你飲完這些飲品的時候 如果你不習慣的時候 你的心跳會很快 另外你的血管有機會擴張 令到你有些不舒服 甚至乎因為糖分很高 令到你很興奮 這些對運動的表現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還有一些國際協會都說過 例如孕婦、小朋友、青少年 甚至有些長期病患的人 例如血管疾病、神經系統疾病的人 或者肝臟衰竭的人 或者有腎病的人 都不應該喝太多能量飲品 所以大家都要明白清楚 什麼是能量飲品和運動飲品 你選擇的時候就要相對比較小心 有些人問是否等到口渴才去飲水 我們當然當然不建議口渴才去飲水 因為口渴才去飲水 其實你身體可能已經在經歷脫水的狀態 而且如果你太遲飲水 太遲補水的時候 當你運動的時候 有機會就會引致肌肉抽筋 甚至乎有些太脫水會臣子不清 甚至乎叉起來會腎衰竭 甚至乎引致死亡都未定 所以我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做運動的時候 不要等到最後一刻才飲水 尤其是天氣很熱 甚至乎天氣濕度很高 散熱得不好的時候 你補水還更加重要 所以記得運動員或者出去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帶水 甚至乎做運動之前要補水 做運動期間和做運動後 都是要補水的 這個才可以令身體的運動表現去到最佳狀態 另外我經常提醒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你去廁所的時候 留意一下自己的尿液的顏色 當然如果你說你的廁所裏面有藍泡泡 那些就看不到自己的尿的顏色是怎樣 但是當你檢查到自己的尿的顏色 你發覺你的尿的顏色是很深色的話 或者可能有很大的味道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的身體有機會已經脫水 所以你平時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尿液顏色 看看自己究竟夠不夠水分 如果真的看日太深色的時候 有機會你就是要喝多點水 無論是運動前、運動後都要這樣做 好了 這個尿液 這個就是很弱幕的一個圖表 可以告訴你大概跑步前、跑步期間 甚至乎跑步後應該補充什麼水分 因為時間關係我又不可以解釋那麼多 所以你可以隔離這個圖表 甚至乎可以借一本書去看看每一個運動的時段 應該怎樣補充 好了 有很多人問了 剛剛藍萊博士也有說 其實很多人運動是為了減肥 有些人當然運動是為了健康 意思是可能預防疾病 健身、健身強體 但我想有很多人做運動的原因都是減肥 另外一個很經常有人問我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胸肚跑步 或者胸肚做運動 就會燃燒得比較多脂肪 所以減肥會減得快一點、強一點 其實這個理論都傳了很久 但科學去看 為什麼會有些人有這樣的hypothesis 就是因為他們說 如果你身體的糖分水平低 因為它沒有糖分用的關係 所以有機會就消多些脂肪了 那是不是真的呢 但是現在暫時有個研究 去比較兩個群組的人 一班是胸腹 一班是非胸腹的人 去跑步 同樣做同等的中強度跑步訓練 其實當他們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他們兩組去體重量體重 甚至乎兩個腰圍 甚至乎兩個脂肪比例 其實兩組都沒有大的分別 所以就不需要刻意去胸腹做運動 為什麼呢? 胸腹做運動 其實有很多時候會引起一些負作用 例如你一起來都不吃 走去做運動 你會累 你有機會跑到差不多 你會血糖低 甚至乎血糖低得來 你手軟腳軟就會頭暈 作嘔 甚至乎你跑步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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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乎那個維持性 或者那個維持性 會短了 因為我覺得我也有跑步 我自己覺得胸腹去跑步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好像一起來 沒有充電 又沒有什麼吃東西 心理上都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電 你走去跑步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會有機會有影響 所以我會建議 跑步之前應該吃一點簡單的炭水化合物 例如一至兩塊麵包 甚至乎有一隻香蕉 甚至乎你的肚子 或者你本身不是乳糖不耐症的話 可能有機會喝一杯低支朱古力奶 甚至乎喝少許的運動飲品 去作為你一個能量的來源 就像撻車一樣 我們經常說駕車 我們的身體都很像引擎 如果你不給油 其實我的身體都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會很建議 不需要刻意空肚跑步 尤其是空肚跑步未證實可以減肥 亦不是差太遠 所以我覺得吃了東西去跑步 能量就會更好 當然 我也見過有些人是真的空腹跑步 是真的跑得更好 不要緊 如果你選擇去空腹跑步 我建議最好不要跑超過一小時 另外運動強度不要太高 而且記得就算你不吃東西也好 都應該要補充水分 這樣做法就會較為安全 除了水、運動飲品 或者是空不空腹跑步之外 很多人就會問 喝咖啡是否可以跑快些 或者喝咖啡是否可以增加我們燃燒脂肪的速度 事實上咖啡因是真的有些幫助的 因為它會刺激我們的中樞神經 令到我們會醒些 提升情緒多些 甚至乎減低我們的疲勞感 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我通常跑步之前都會喝少許 因為我覺得喝了兩口咖啡之後 好像自己都比較精神 可能內力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選擇喝咖啡去增加精神 甚至乎增加運動表現 根據澳洲運動營養師的學會建議 以每公斤去計算 你可以大概攝取到1-3毫克的咖啡因 可能有機會都會幫助你的運動表現 如果你看看這個圖片 你就會看到每一個港式飲品 或其他咖啡飲品 都會提到你有相等份量的咖啡因 你特別留意 這個圖片告訴你 其實港式咖啡和港式奶茶 其實咖啡因很高 你會看到一杯奶茶已經有170毫克 甚至乎高於一杯我們在咖啡室買的黑咖啡 所以有些人如果本身不太喝咖啡 突然之間去喝咖啡去跑步或做運動 其實都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本身沒有一個喝咖啡的習慣的人 突然之間無故喝咖啡去跑步或做運動 有機會有其他副作用 包括可能腸胃不息、心跳、速、手震、過度興奮、 或者可能胃痛等等的副作用 所以我就說如果你喝咖啡的 你可以盡量試試喝咖啡去做運動 原來你聽說的是什麼值得忘記 如果你真的喝不到咖啡之間去喝咖啡 可能有機會就要練習這樣 另外很多人現在很流行吃素 也有少許時間 因為現在很多人流行吃素 很多人就會覺得吃素會不會影響我們的運動表現 甚至乎是否吃素就是吃咖啡 吃咖啡好像很不健康 但其實吃素除了健康一些 吃多一些植物性的食物 甚至乎有些人因為環保而去吃素 近年來很多研究都說 其實吃素的運動員 比起吃肉的運動員 其實某程度上他們的運動表現可能更加好些 甚至乎有些研究說 素食者的運動員的體能 甚至乎我們的血的含氧量 都是有機會比吃肉的運動員的表現高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第一件事 因為大部分吃素的運動員 甚至吃素的人特別留意自己健康 因為他們特別留意自己健康的關係 他們會少些吃垃圾食物 例如汽水、炸的食物、薯片、漢堡包、高糖分的飲品 我發現的現象就是香港 尤其是不讓人相信營養 但是問題是因為很多運動員 以為自己已經消耗了很多卡路里 所以他轉頭就去喝半汽水 或者轉頭就去吃包薯片 剛才雷博士也有說 如果控制體重也好 其實可能營養都是佔七成 運動是佔三成 如果你說我做完一個跑步消耗200卡路里 你轉頭就已經去吃漢堡包餐 其實某程度上就得不償失 所以我覺得素食者為何會相對 當然均衡的素食者會更加好些 但是為什麼素食者有機會比肉食者健康 或者運動表現好呢 因為他本身對著重健康的方面更加留意 所以其實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當然素食者就要留意一些營養 因為運動員的需要熱量的需求已經相對比較高 但是因為食素的食物本身熱量的密度是比較低 所以他有機會是吃很多很多 而且那個份量可能要吃得更多 比我們平常吃肉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素食者有機會會下飲 可能營養不夠 另外素食者有些素食的運動員 尤其是有些微量的營養素要特別留意 包括鈣、鐵、維他命B6和B12 所以如果你真的選擇做一個素食者 加上你的運動量很大 或者你本身已經是一個素食的運動員 你要記住就要攝取多些高鈣的食物 高鐵的食物 甚至乎有機會 譬如維他命B12 因為食物裡面的維他命B12本身植物性的食物相對比較低 所以有機會就要用補充劑類去補充一些維他命B12去預防貧血 尤其是女生 因為女生的運動員很多時候 留意自己的體重 有素食 很多時候缺乏了鈣和鐵 或者維他命B12不夠的時候 有機會引致到貧血 和將來會患骨質疏鬆症的機會 就會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懂如何選擇素食 當然最好找一個營養師幫你編排 甚至乎吃得好的話 你的運動員的表現會比較強 另外就是我剛才也有提過 為什麼有些人 越運動越肥 甚至乎有些傳聞就說 你運動完之後最好不要馬上吃東西 盡量可以等兩個小時就最好了 很多人都聽到 做完運動之後餓到七彩都不讓自己吃 甚至乎餓兩個小時 餓到吐的時候 那些人說兩個小時內不好吃東西 其實這也是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某程度上你做完運動之後 吃適量的澱粉質和蛋白質 其實會有機會幫助身體 更加可以幫助增加身體的復原 甚至乎幫助肌肉復合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聽人說 運動之後你兩個小時內不好吃東西 要不然就會更肥 還有這是一個很常識的理論 你吃一個蘋果就是100卡路里 但是你做完運動兩個小時內 吃一個蘋果都是100卡路里 它不會突然之間你做完運動之後 馬上吃一個蘋果 蘋果會變成200卡路里 這是沒有可能的一件事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運動後馬上吃東西就會肥 另一個解說就是 為什麼運動後的人會特別肥 或者越做運動越肥 就是剛才我這樣說 你以為自己做完運動 消耗了很多熱量 你就去吃個乾炒牛可 你就去吃個焗豬扒飯 或者你去吃個餐蛋麵 其實這樣你以為消耗了很多 但是你轉來吃八百幾九百卡路里 其實為什麼人們越做運動 就越肥 就是這樣 所以你做完運動之後 你吃的東西的選擇 都是很重要 所以你千萬千萬不要以為自己 跑完半個小時的步 就去吃個漢堡包餐 你以為自己很健康 其實反而就會得不上失 好 當然我很快要進行 有很多話題大家都想問 也看到有些問題 我待會可以和你各時解答一下 我們這本書裡面還有講很多東西 包括斷食有沒有幫到減肥 甚至乎是否有些東西吃了可以瘦身不瘦胸 甚至乎行山最好吃些什麼 是否吃糯米雞就最好 另外我今天沒有講的就是葡萄糖胺 書裡面也有講一些葡萄糖胺的資料 究竟是否吃了葡萄糖胺之後 膝頭肝會好一些 或者沒那麼痛 這些都是我們書裡面會有提的 如果真的可以想去再多點了解這些資料 其實可以去參考我們剛才我和梁博士寫的 營養和運動的資訊的書 這就是運動家營養 講是又講非 時間關係今天講得不多 所以有機會我們可以在一間討論的時間 去再分享一些問題 或者分享一些答案 如果要找我便在這個電郵 好,那我先停止分享 謝謝雷博士和小姐 好,謝謝雷博士和小姐 好,這樣說 這個check box裡面有些問題 要麻煩兩位解答 好 是,那看回第一條先 第一條其實也有Marsall 我們其中一位博士也有些解答 同學的問題就是 吃蛋白乳清會不會令到內臟負荷高了呢? 我先回答 你先回答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如果你適量進食 其實事實上是不會的 因為如果你說吃乳清蛋白 第一,乳清蛋白就是牛奶裡面提煉的 我們叫乳清蛋白 其實乳清蛋白是比較容易吸收的一個蛋白 只要你不去過量進食 或者剛才我這樣說 如果你每次去喝一杯營養奶或者蛋白奶 或者蛋白粉 其實現在市面上每一份量都是大概25至30克 如果你本身不吃肉 或者可能本身吃不到 當你那餐真的吃不到蛋白質 你用一杯25克至30克的蛋白粉去代替你那餐的蛋白質 其實只不過是交換的意思 事實上 當然如果你去喝很多 剛才我這樣說 如果你一天喝超過三杯以上 其實研究就說 有機會增加重金屬的攝取量 但如果你本身不超標 或者不是當水喝的話 其實對內臟負荷其實也不會太大 補充一句 就是這些商品 它是會令到大家相信 你做運動就要吃它的食物 才可以增加 或者怎樣 但是這個 市場就是市場 市場一定要想辦法 令你買它的產品 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有沒有需要 所以如果 剛才Sylvia已經說了 如果你是那天沒有運動 或者是沒有做到一些大量的肌肉訓練 其實你是不需要吃這些奶粉 還有一般來說 你均衡飲食來說 都會的 其實真的容易令你重了 因為它的能量攝取比例相對是會高了很多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你自己的需要 譬如你是代表香港出去參加劍美比賽 還是為什麼呢 你找到自己的需要 然後才決定你是怎樣的健康行為 這才是我們科學上的程序 明白 下一條問題也是在檢查箱中的 我們解答了幾條之後 看看再詳細 好的 即時發問 這條問題是 究竟胸土飲茶或者咖啡 這一類的咖啡因 會不會造成胰島素或者血糖波動 會不會降低胰島素敏感度呢 這個Sylvia 你有沒有收過這些病人 即這類的病人 你會批准去做這件事嗎 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當然我都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我覺得如果茶和咖啡都沒有 如果不加糖和奶 本身都沒有一個碳水化合物 跟喝水就不是很大分別 當然茶和咖啡裡面有咖啡因 以我所知 如果你用空腹喝咖啡 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糖尿病人 你本身的胰島不是有任何問題 甚至乎要打胰島素 甚至乎吃一些糖尿病的藥的時候 其實你的血糖都不會有些 你喝甜的東西 甚至乎喝奶茶咖啡 其實因為你的胰島功能很正常 所以它都會幫你控制在一個正常範圍裡面 但如果你本身是一個糖尿病人 或者是前期糖尿病人 甚至乎你的胰島本身是有些問題的 可能喝有碳水化合物的東西 當然會影響你的血糖波幅 但以我所認識 以我所知 其實喝咖啡奶茶也不會特別影響 那個胰島素的敏感度 以及也不會影響血糖波幅 那些人會有很多的 補充一句 其實咖啡因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 那一屆奧運之前 屬於一個限制的運動禁藥 原因就是它多過一個小時的耐力運動 它可以刺激你脂肪的代謝 令你多了能量給你去運動之用 但是2004年之後 國際委會就把咖啡因剔除了出來 因為很老實說 其他禁藥都比咖啡因厲害 你的咖啡因這麼差的禁藥 我們不用檢查了 所以現在變了特別是咖啡店周圍都是 普遍人類的吸引力 現在是高了 但是長遠來說 對我們健康有什麼影響呢 現在陸陸續續都有一些研究 但是整體來說 負面就不是很大 但是當你依賴了咖啡因 你不喝咖啡那天 就心理上都很不自在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自己也要評估一下 你和咖啡因的關係是怎樣 好,我們再回答一條 check box裡面的問題 那就轉在場的參與者 反送階段 是不是要戒斷淡水化合物 我都會遇到有人問這個問題 Lobo先說還是我先說 我跟運動這樣說 運動就佔大約三成 控制的就是七成 那三成你不能夠忽略的 那你做運動是需要給能量去的 給能量給肌肉去運動的主要都是糖分 肝臟和肌肉的糖分 其實這個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如果你想維持健康的身體 你不能夠完全不進食碳水化合物 至於比例多和少 這個有相確 但是你說完全戒斷了 我們從健康的角度就不建議 到營養師角度去看 好,營養師角度就是因為現在很流行 很流行戒澱粉質或者戒碳水化合物 甚至乎我剛才看到下面有一條問題 在問我生酮飲食法 即是說Ketogenic diet有沒有幫助 其實現在近年也多了一些研究 我自己覺得 剛才我很同意Lobo說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很個人化的 你說你減重的階段 究竟你有沒有做運動 你做多少運動 你減重的階段的時候 有沒有吃其他的食物 其實我覺得戒不戒碳水化合物 是一個很個人化的選擇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Client 有些是在吃澱粉質做很多運動 只不過是一個低脂的飲食 他已經減到磅 有些是因為吃太多澱粉質 但是不做運動 亦都同一時間吃很多肥膩的食物 是減不到磅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 吃不吃碳水化合物是很個人化的 如果你的運動量是很大的話 其實你不應該戒掉澱粉質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當你運動量很大 你不吃澱粉質 身體沒有能量的時候 你會有血糖低 會累的情況 甚至乎你不要忘記 碳水化合物是用來保護我們的肌肉 如果你是一個鍛鍊肌肉的人 甚至乎你不想流失你的肌肉 其實如果你吃適量的碳水化合物 其實你可以保護自己的肌肉的能量 甚至乎那個份量 如果你本身吃太少澱粉質 你減了磅 但是你減了不應該減的食物 譬如你減了肌肉 其實這也是對運動表現有問題 所以其實不要只說減肥 也減蟲 其實在一個均衡飲食裏面 澱粉質也好 炭水化合物也好 蛋白質也好 其實是很個人化 所以你要經過一個營養師的評估 究竟你的運動量有多大 你平時作息時間是怎樣 才可以告訴你 究竟你的碳水化合物應該吃多少 所以其實我完全不建議 不建議把全部的澱粉質 還有近年來 有大量20年30年的 歷史的研究講過 如果你長期不吃五谷類的食物 其實你的死亡率是會高了的 當然你短期內可以減肥 但如果你長期都不吃澱粉質 其實你的長期健康 可能有機會增加你早死的死亡率 所以我們就不是很建議 把全部的碳水化合物都戒掉 而且你要注重身體的特徵 因為你改變了一個飲食的時候 身體或多或少都未必適應得到 譬如有些人生同飲食 他戒掉碳水化合物 他有可能是脫頭髮 或者情緒有影響 你要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沒有一個方法是配合所有的人 這是大原則 還有我想說一下 現在的生同飲食法 或者斷食 或者代餐減肥 甚至另類極端減肥法 其實我想告訴你 看很多研究 20年30年的減肥研究 其實都是一些舊平身做的模式 其實大部分的研究 尤其是減肥 尤其是一些特別的飲食 其實頭半年 減肥的速度是永遠都很明顯的 很多大部分的所謂的生同飲食也好 代餐減肥也好 低脂飲食也好 那麼多年來也好 頭三至六個月 其實減肥的份量是很多的 但是很多時候 看回半年後 甚至乎到二十四個月 甚至乎到五年後 大部分這些極端減肥方法 都是會反彈的 為什麼呢? 很多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生存代謝率 減了磅之後 會適應了 你的生存代謝率可能有機會慢了 另外因為這些極端減肥方法 可能有機會你跟頭六個月 你跟得很好 譬如戒掉澱粉質 我什麼都不吃 什麼飯都不吃 什麼麵包都不吃 但是當你去到六個月後 你覺得自己好像都 英俊了 又減了很多磅 腹肌又出來 你個人的心理 會覺得我可以鬆一點 我可以再鬆一點 我可以再鬆一點 很多時候因為 再已經跟不到 極端飲食方法 身體就會慢慢反彈 所以大部分 剛才我見到同學問 我剛才的半年 減了15kg 很好 我又沒有什麼副作用 可不可以繼續跟下去呢 我覺得你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 研究講過 你要留意一下 六個月打後 十二個月打後 你二十四個月之後 你的反彈率有多大問題 如果你說沒有反彈 當然條條大腦通鱧馬 但我都建議 如果可以減到差不多 吃一點點澱粉質 可能對身體健康上有些幫助 請問任務參加者是想即時發文的 如果是的話 可以下載 然後發文 請問熱量赤字會不會在減肢之餘減肌肉 再說一次 熱量赤字會不會在減肢之餘減肌肉 所以你意思是如果是熱量的折衡 對 熱量的折衡 對 熱量的折衡 Lobo 你先回答 你先回答 折衡 折衡理論上是幫助你減到重量 如果你簡單這句的表明 這樣回應應該也對 通常我會回答 因為折衡是很簡單的一種字 折衡的食物是怎樣的折衡 那些平衡是減掉蛋白質 還是減掉脂肪 還是減掉碳水化合物 因為那個弘量營養 我們在說那個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蛋白質的比例 你減肥的時候 減掉哪一樣東西 都會影響你減身體哪一部份 我剛才這樣說 譬如你一次過減掉蛋水化合物 其實某程度上 因為你沒有了碳水化合物 除了身體會用少量的脂肪去燃消 給熱量身體之外 其實很多時候 減掉澱粉質 你不吃足夠的食物 其實你的肌肉都會流失 所以這個我們就會經常看到 這不是一個減肥的最好的效果 因為你減掉肌肉 其實就會影響自己的身體內疾之外 也會影響自己的身體 尤其是年紀比較大的 我們近年來就不太建議年紀大 比如50歲、60歲打後的人 減肥減掉肌肉 因為你年紀大了之後 其實你增加肌肉的份量 會比較難 所以看看你的年紀 以及你所謂的熱量赤字 究竟是吸了什麼 而令到熱量赤字 另外還有一些人類學的研究 都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看看我們人類現在的牙齒 其實牙齒 即是說現代人 由二、三十萬年前 由非洲一路去到全世界 一路慢慢的基因的進化 其實我們由吃肉 一路自從是吃得植物類型的穀殼類 其實是轉變了 我們是已經慢慢適應了這個 所以如果你突然間完全吃碳水化物 回頭的話 身體為什麼會出現一些不適的問題呢 其實這個身體是一個保衛統 我們自己懂得去保護的 可能經過了很多萬年之後 如果全世界的人又不吃肉 即是不吃碳水化物 只吃肉 可能又要回去 所以這個在生物學來說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說 在科學上或者健康的層面 你不要走得太極端 跟回人類的基因主流的一個發展路向 理論上這個安全系數就會高 謝謝 但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攝取飽和脂肪會不會提升患生血管疾病的風險 飽和脂肪會不會提升患生血管疾病的風險 當然會 反式脂肪會不會提升患生血管疾病的風險 當然會 反式脂肪會不會提升患生血管疾病的風險 而是令到我們血管生失的一個物質 另外剛才Lobo說 反式脂肪除了會提升我們的壞膽固醇之外 就會增加我們的好膽固醇 對不起 提升我們的壞膽固醇之外 亦會降我們的好膽固醇 所以除了飽和脂肪之外 反式脂肪也會增加我們的患生病的機會 現在基本上是第一號壞膽就是反式脂肪 最差的是反式脂肪 任何的可能性 例如油炸的食物 儘量避免吃 如果可以 但你為了我享受一次薯條 那就無所謂 這就是看你的健康的行為 其實現在薯條用了非反式脂肪的油去炸 因為被人吵得太厲害 所以你去那些很出名的快餐店吃 其實他轉用了沒有反式脂肪的油 當然不是鼓勵吃薯條 只不過有些產品已經減少了很多反式脂肪 我們回答了一條檢查箱的問題 有同學問 吃素者每天吃營養品 例如鈣片或者B集 鈣片和B集 會不會有問題 我想看看你因為什麼原因 如果你說你是吃素的 當然你本身如果 如果素食裡面 即是天然食物裡面 攝取足夠的鈣片 例如我們在一些硬豆腐 甚至乎一些加鈣的豆漿 甚至乎一些果仁 一些種子類的食物去攝取足夠的鈣片 其實就不需要去吃補充劑的 但如果你說我又喝不到加鈣豆奶 我又可能吃的鈣質 植物性鈣質的食物是比較少的 我想鈣片都可以考慮的 另外維他命B 我想如果你說吃補充劑 如果你是無事無幹 你又不是素食者 你本身吃東西都均衡 就不需要吃任何的維他命B 但如果你說你本身是一個素食者 我覺得尤其是維他命B12 是比較難去攝取的 如果長期吃素或者你有貧血 其實都要依賴維他命B12的補充劑 去補充這個營養素 所以我想吃維他命丸 暫時仍然是很爭議性的一件事 其實一個正式的營養 建議我們不要依賴那麼多維他命丸 除非你本身是偏食 你有些東西吃不到 或者敏感 甚至有些比較貧困的群體 例如孕婦、餵母乳、小朋友、老人家 可能有時候他們吃的東西不夠的時候 我們才會建議吃這些東西 這裡其實很有趣 講起維他命丸 就是美國很有名的一個科學雜誌 叫《科學美國人》 它旁邊有一個很詳細的分析 其實美國人是吃這些維他命丸 補充劑是全世界最多的 他們很習慣的 假設你有一個均衡的飲食 你健康的健康 根本是沒有需要吃這些維他命丸 因為你的健康裡面已經有了 假設你不偏食 你不是偏偏一邊 他們就用一句說話來形容 這些不斷吃維他命丸的人 就說你們其實是在喝最貴的尿 英文就叫做最貴的你賣 因為你拿這個補充劑是沒有需要的 可以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就是說你需要有一個健康的意識 譬如有些女士做運動 她可能不夠貼質的 因為她運動和營養方面 而你額外吃的呢 那你就有需要 但是大為健康的普通的人 其實就沒有太大需要 有沒有在場的參考者想開麥克風 是否有些人會發問的 好 沒有 繼續查看的問題 水果的糖分是否好 水果是否很高糖分的 不吃水果正食菜可以不可以 這裡我順便 Sally我問了營養師一句 好 有個別營養師說 6點後不要吃水果 網上是有這些討論的 請Sylvia一次過和我們解釋一下 我們先說了 水果是否很高糖分 其實真的很視乎你吃多少 以及吃哪些水果 如果你說根據健康飲食金字塔 我們都每天成年人建議兩份 像拳頭那麼大的水果 當然你吃十份的話 或者你吃二十份 你捧著一磅提子 每天晚上吃的時候 糖分一定高 但是如果你說你的份量 是不超過我們每天手 拳頭那麼大的兩份 其實身體是需要這些糖分 還有水果是真的可以提供到 我們很多不同的抗氧化物 維卡命 甚至乎纖維 是會預防到一些長期病患 所以不要只看水果裡面的糖分 去斷定究竟應該應該吃水果 我想第一件事要記得 一定要控制份量 另外就是要飲食多元化 譬如你不要只吃蘋果 有些人說香蕉很肥啊 糖分很高啊 所以就不要吃香蕉 甚至乎有些人說菠蘿很甜 其實我們覺得營養師的角度 其實任何水果都是健康 也不需要刻意 除非你本身有糖尿病 或者有腎病 我們有些生果是真的要避免的 但是你說普通健康的人 如果你吃水果 你控制到份量 你不超標的話 其實是適合的 我想說 生果和菜是兩樣東西 你看到飲食金字塔 有一格是生果 有一格是菜 所以其實那兩樣東西 是不可以互相代替的 你兩樣東西都要吃的 還有我們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吃菜 很多時候會煮熟來吃 其實很多維他命 因為煮熟了之後 就會流失了 那生果就是生吃的 所以其實那個維他命 或者水溶性的維他命 是因為未經煮熟的關係 所以營養成分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 只吃水果不吃菜 或者反過來只吃菜 去代替水果 其實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吃水果的時候 盡量都是要控制份量 另外剛才NOBO問個別的一些建議 6點後不要吃水果 甚至乎現在很流行 叫人6點後不要吃飯 但是近年來 多了這些所謂的斷食方法 我們叫Intermittent Fasting 或者我們中文叫間歇性斷食 現在就很流行 有些斷食叫16-8 12-12 14-10 甚至乎有再極端一點 是23-1 23-1的意思就是一日內 一小時吃完全部吃 應該吃的東西 只有23個小時不吃 其實這些所謂的斷食方法 就是剛才NOBO傳聞那些 現在有少量的數據 就說16-8 即是16個小時不吃東西 8個小時吃完全部 我們身體內需要的營養 是有機會幫助少許的減肥 所以就很視乎你每一日幾點開始吃東西 例如剛才NOBO 如果那個人本身決定了用間歇性斷食去控制體重 那你由9點開始 例如早上第一餐9點吃東西 到下午5點後就不能吃東西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這是你自己本身想去試間歇性斷食的飲食方法 但如果你說很普通 很普通市民這樣做 就不需要6點後不吃東西 所以有些人如果近期是選擇吃間歇性斷食的方法 就自己去選擇 但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幫助或者很大影響 甚至乎我見過有些人說 晚上的水果不好吃 因為糖分會積聚在腸上 之後你翌日會肥一點 這些都是一些不成立的定論 因為其實我剛才說過 當你吃一個蘋果100卡路里 你6點前5點59分吃 和你6點01分吃一個蘋果 那卡路里是不會突然之間變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常識的解釋 下一條問題 考步後膝頭痛有什麼建議 考步後膝頭痛 這句其實很難在這裡回答你 因為痛有很多原因 首先就是為什麼會痛 痛是我們生理藥上一個很好的系統 用來保護我們 譬如你那些煙霧測器 你有煙你便會著 叫你走 不會被火燒到 所以你痛的話 我們在運動醫藥上 一定要找出痛的原因 痛通常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急性的原因令你痛 一個就是慢性的原因令你痛 如果你是不記得自己 什麼時候有一次弄傷的 這些就不是急性的痛 就是慢性的痛 慢性的痛如果你在運動之中 是比較手臂長一點的 所以你真的要去找出一個原因 如果膝頭痛的話 最理想你就是找個骨科醫生 特別可能熟悉運動醫學的骨科醫生 和你做一個全面的檢查 你痛也要留意 你還沒開始做運動的時候就痛 開始做運動的時候才痛 如果是熱身後也不太痛 做到半腦才會痛 還是做完運動才會痛 其實跟發炎或者勞損的程度都有關係 所以這些知識你真的要和醫護人員去了解一下 但是有件事情可以做的話 痛通常很多的原因就是 都市人來說就是大腿的肌肉力量不夠 所以科大有很漂亮的健身室 你的健身室如果你可以在你痛之下能夠容忍到 或者你做的動作不痛的話 嘗試練到大腿的四頭肌肉 那四塊肌肉 當你的四頭肌肌肉強壯了的時候 在文理學上就令到我們的關節的負荷明顯減少了 令到關節動動的時候 那個調整 就是那個走偏偏出正常的軌跡 這個就會減少或者幫它擺正 所以力量的鍛鍊 練在大腿的前後左右內側的力量 這個是預防膝頭痛的大原則 但如果你不幸地你已經有痛的話 其實你需要去找骨科醫生看一個準確的診斷 然後看看什麼原因而再處理 明白 另一條問題就是 我照讀下一個問題 現在流行一室待餐用水沖泡飲用代替正常晚飯 聲稱含有足夠的營養攝入 身邊有人用待餐來代替晚餐減肥 是否有用呢? 是否真的能夠代替晚餐攝入營養? 好,讓我來這個 現在都是那些 我想都是某程度上極端的飲食方法 不過其實科學是有研究的 如果用代餐減肥 我們那個理論叫VLDL 其實很多外國的研究有說過 譬如當你去到200磅、300磅的時候 醫生說不行了 你真的要迅速地減肥 其實某程度上會用一些代餐去幫他們 但我想說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品牌的代餐 有些是一些大的藥廠出的 有些是在韓國賣回來的 有些是在不知哪裏逃回來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品牌的代餐 營養成份都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你看代餐的時候 你要看代餐的熱量、蛋白質、脂肪、 甚至入面放些什麼 例如我們本身營養師用 就會用一些比較高蛋白質 較為低碳水化合物 但同一時間會提供到多種維他命 給減肥人士的代餐 我通常會用一些比較 不要太低熱量的代餐 例如去到200-300卡路里一包 其實都可以幫到手 但你要記住 吃完代餐之後 可能有機會不夠飽 甚至乎可能很容易肚餓 很多代餐本身外的纖維又不夠高 很多時候會引起某些副作用 例如你會肚餓、血糖低 甚至乎可能你吃得代餐 可能因為纖維攝取不夠 會容易便秘 甚至乎有些路口反絕 就是我晚上吃一頓代餐 但沒多久我晚上就很肚餓 當然知道他先去吃包薯片 可能又太餓又去吃零食 這是用代餐時候要相對留意的 一些重點 另外你要記住 用了代餐之後 不代表你其餘的餐數 是可以亂吃的 因為我見很多人以為吃了代餐便可以減肥 但日後兩餐可能仍然都在吃 餐蛋公仔麵加凍奶茶 下午吃過焗豬扒飯 晚上可能吃一杯代餐以為自己減肥 其實就算你用代餐也好 除了選擇品牌之外 你都要留意其他的食物是否均衡 另外吃代餐不代表你不應該做運動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減肥用捷徑 就覺得我吃三餐代餐就減肥 但我一點運動都不做 其實就算你減肥也好 其實對身體也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減肥方法 還有這裡補充一句 安全的 即如果你真的需要減重 或者控制體重這個概念 每星期你的體重是下降不要多於一公斤 即大約是兩磅左右 因為當你降得太快的時候 你身體生理上你是適應不到 適應不到 它就會作出一些負面或者一些對策 來對抗你那樣的東西 所以造成一些不良的生理現象 所以你真的要讓身體慢慢適應 我們大概在檢查箱裡面 還有四條問題左右 兩位講者方不方便留多十分鐘左右 解答一下 好的 同學,如果你們有課要上 要離開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我們的談話是到兩點 我們有幾條問題 再繼續 看看另一條問題 就是這條 先看看 對不起 年過四十 我回答 年過四十是否需要吃鈣片 這又有一條 其實鈣質來說 我不知道這位是女士還是男士 香港的情況 女士的骨質疏鬆是年輕化了 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香港的女士典型是不會曬太陽的 怕曬,全部防曬遮曬 陽光和維他命D這個關係 我想大家都知道 某程度上人類是需要和戶外有些接觸 所以你加劇了骨質的流失 這也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需要吃鈣片 我相信你真的要找營養師看一看 如果你說這句 因為我們不知道你的健康狀況 但是如果你有行常的運動 特別是一些戶外附重的運動 你的骨質密度的安全係數 相信就會很高 但營養師怎麼看 四十歲是否開始吃鈣片 其實我認為不是歲不歲數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不關歲不歲數的事 因為有些傳聞就說 你三十歲打後就吸收得少 或者吸收得慢 甚至有些人說不如不要吃 因為不吸收 很多這樣的傳聞 其實我覺得不是因為歲數的問題 是因為剛才Nobo也有說 骨質密度 吃鈣片很多人都是第一件事 就是去聯想到我們的骨質 骨質不只是單單吃鈣片那麼簡單 例如你有沒有做扶重運動 有沒有曬太陽 平時的飲食均不均衡 例如有些食物是會影響吸收鈣 例如吃得太多鹽份高的食物 喝得太多高草酸的食物 例如喝得太多咖啡和茶 甚至乎你本身的飲食是蛋白質超高 其實這些都會有機會令到鈣質流失 所以有很多原因去斷定你需不需要吃鈣片 另外當然有些市面上的人 例如很多香港人可能喝不到奶 可能有乳糖不耐症 這些吸收不到奶類產品裡的鈣質 可能都會影響到鈣質攝取 所以都很個人化 還有所謂的開始吃鈣片應該吃多少 因為市面上有些 例如400毫克、600毫克、1200毫克 有些很多不同的劑量 究竟吃哪一隻、吃哪隻品牌 或者鈣片裡面有沒有其他成份 這也是很講究的一件事 所以都很難直接而告訴你 40歲後應不應該吃鈣片 其實真的很個人化 還有有些人可能 例如剛才Nobo也有說 如果你是一個女士 你要看看本身 除了剛才我說的一些因素之外 其實如果你的家人有遺傳 例如你媽媽 或者你姐姐 或者你家族史裡面 有一個骨質疏鬆症 其實最好先去檢查 檢查清楚你自己有沒有骨質疏鬆的傾向 然後再去想想 需不需要在飲食裡面做調節 然後再去想想 究竟需不需要在飲食裡面做調節 這才是正常的程序 另外還有一條就是 我看到有沒有辦法提高基礎的代謝 基礎代謝是我們的基礎代謝 是有的 只要你增加了肌肉量 你基礎的代謝都會提升 所以你怎麼知道 基礎代謝有多少呢 現在坊間都去到營養師的診所 都有一個脂肪磅 握著手腳 有四點的金屬 其實他都可以測試到你的基礎的能量代謝 但是當你增加了肌肉之後 你的基礎能量代謝就會基本上一定會提升 這個也很有趣的 就是說男女兩組的人一起需要去減肥 減肥的話做運動 發覺男的在頭階段是減得快 比女士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有肌肉 他那個基礎能量代謝 用能量那個 相比起女士就是好些 但是通常去到三個月半年之後 就打和了 因為那些男子通常有心理上的因素 我減了他就好像稍微輕挑了 他就暴飲暴食 但是那些女士發覺那個減肥的意識毅力很強 所以他會 男的輸給你 開頭不要緊 我會追回你的 所以很多研究都說 去到長遠半年以後 其實男女減肥的狀態都是相近 最後一條 不可以回答完 不好意思回答不了你們 最後一條 有研究指膽固醇中只有10%是來自飲食 其實每天吃雞蛋對健康好不好 好 這個我回答 其實現在已經推翻了蛋黃裏面的膽固醇 甚至乎推翻了食物裏面的 我們所謂的食物裏面的 對血裏面的膽固醇的影響 其實很多年前 我們讀書未畢業的時候 經常都叫人不要吃蛋黃 或者不要吃飽和脂肪 不要吃膽固醇的食物 其實近年來已經推翻了這個理論 其實食物裏面的膽固醇 是不會直接增加我們裏面 血裏面的壞膽固醇的水平 所以其實如果你喜歡吃蛋的時候 我們近年來有些心臟的研究 就是說如果你健康的 沒有膽固醇高的 其實你每天吃一隻全隻雞蛋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如果你每天吃一隻全的雞蛋 連蛋黃吃 有機會可以幫你減低中風的病患率達30% 所以其實已經推翻了蛋黃裏面的膽固醇 是會增加血裏面的膽固醇的理論 所以當然你不能一天吃十隻 或者可能你每天都吃很油的炒蛋 當然就不好 因為那裏是另外的脂肪 但其實現在暫時每天吃一隻雞蛋 連蛋黃吃是安全的 好,雷博士有沒有補充? 沒有啦,因為時間太過充實了 我們有機會再來 時間有,眼淚問題無盡 多謝大家,多謝雷博士 以及所有參加者的參加者 多謝這個賽堂會到此結束了 謝謝,多謝,拜拜 拜拜 謝謝,多謝